我会觉得当然就是说 民众党在他 他一定用尽所有的力量 要摧毁民众党 当时法官要判决科毕要 要羁押的时候 是一个他说证据会慢慢形成 你抓人 是要有证据以后才抓人 然后有时候抓了以后 然后证据慢慢形成 果然他们就像那个拼图一样的 开始拼 那你已经拼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我在看这种状况 越来人越多 越来人多代表是什么 就是一直没有抓到问题 然后现在乱抓一通 每次都说抓到破口了 窗口了 然后过一阵子又不了了之了 又另外一个破口了 然后一直编 这种编剧的方式 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司法 是这样子 全世界没有这样 那对于民众党来讲 这个会期当然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们看到最近有些民调 比如说近新闻最新的民调 对民众党的满意度 是不满意度很高 满意度很低 满意度26.9% 不满意度58.9% 民众党的这个政党制度13% 那就这个 委员您的看法是 这个是 第一个是 民调本身的偏向的差异 还是说民进党对于民众党的 这一番的操作是有效果的 民众党 为什么民进党对民众党的仇恨值 是比国民党还更仇恨的 但是大家不会讲说 民众党早期柯P是来自于绿的 来自于胜率的 为什么仇恨值那么高 北国的爱戏 那也不是北国的爱戏 其实这里面有涉及了一点 刚才讲了一个 民进党完全不怕国民党 民进党完全不怕国民党 这个已经是有 就是民进党不管他以前 是少数也好多数也好 他都有能力打怕国民党 对因为他们有经验 没有这个就是 因为国民党长期执政了 也有很多的把柄 民进党现在 你说他不好 他五十分无效的 你摆布还是足足有余 你说他现在怎么样 他说你过去怎么样 就是扯不清 而且他们嘴巴很厉害 国民党总是辩论都输 但他现在怕有民众党存在以后 他的论述能力就输了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没有包袱 民众党没有包袱以后 你的那个五十步就面对民众党的时候 就对比起来以后 你知道我做 我是一个台湾做政党品牌的开创者 我做了27年 连续没有停 从1997年 那时候民进党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就开始做 透过五十个指标 我没有停过 因为我第一次做完以后 我就吓一跳 那个描述是精准的 后来每年一直跟踪以后 你就看到那个政党的面貌一直在改变 一直改变到现在 好OK 那个真的很独立 然后讲说现在民进党 早期 1997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长相 我称为叫做美少女品牌 美少女品牌 他有一个神主牌叫台湾情节 然后有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叫做民族改革公投制衡 四大改革金刚 现在发展到现在 民进党一样 只剩下独出一致 只剩下台湾情节 其他的四大金刚几乎都不见 不见得跑到哪里 跑到民众党来了 所以民众党 窃走了他过去的青年 改革 正义 制衡 这些品牌跑到民众党来 所以呢 是民众党对他来讲是 变成 变成他的 年轻的民进党 祖国了 就是变成他找到其理想的民进党的 那一些品牌跑过来 所以这个何等之痛 所以呢一定要摧毁民众党 客币一定要非关起来不行 压人取贡 一定要把你逼到想尽办法 对 摧毁你 而且特别是在你的青年上面 各方面来摧毁你 贪污罪来什么东西 办你之后 我只能够摧毁民进党 我跟你讲 国民党对他来讲 他完全毫无守惧 毫无守惧 所以呢这个他就可以高枕无忧 所以为什么非摧毁民众党不行 对 那那个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所以呢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所以呢这一个的政局 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我想这个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对于民众党 当然还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 民进党还是持续的 在对民众党 尤其以柯文哲作为核心 进行司法上的打击 那就这一块来说 我看到民众党还是有在活动 因为昨天罢免 是基隆很热闹 可是我看民众党到桃园去办活动 对我有去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委员是说 民众党当然这个结合活动 说真的 已经办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除了在街头的上面之外 接下来民众党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继续来跟民进党对抗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可能在法案上面 可能在一些 比如说公投罢免 这些的相关议题上面 现在当然没有公投了 就可能罢免 或者这些议题上面 可能还有一个在野党合作空间 可是对于柯文哲本身的这案子 跟去救柯这件事情 这个是民众党的 等于是家事 那对民众党来讲 接下来会怎么应对 继续的办这些活动 看起来民进党不是很在乎 你们办活动 你们办法随便你们 你们爱你去这样子 这一个 这一个民进党长期来 掌握的这个媒体资源 你说两家什么媒体 八年给了快进九十几亿 真的是很夸张 一年给十亿 对然后就反正 这个只还是两家而已 整个扑出去的 他非常相信这个东西 真的有效 我来讲说 我在桃园那一个集结的活动 我就讲 在九月八号我们办第一场的集结活动 是在立法院外面 那个寄南路上 那天晚上 我喊出的一个叫台湾曼德拉 台湾曼德拉你知道 我喊了那一句话之后 铺天盖地的网军 的攻击围剿两天之内 因为我有大数据的收集 两天破两万笔 台湾曼德拉 那为什么呢 他们还拴柯P是拉德曼 对对对拉德曼 但是呢 一个东西为什么 因为这个讲到民进党心中恐惧的地方 那你会讲说 柯P 为什么 我刚才讲说 那时候我说出的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我敢讲说 柯P心中很笃定 笃定到头发都变黑了 他们现在开始编故事 说什么以前白是故意染白 有人会 柯P很爱漂亮好不好 你知道柯P是一个人爱 拍完总统那个拍照片弄得多帅 好好的去把它染白这样子 那个什么科幻小说都说出来了 还是柯P在牢里面过得太滋润 滋润 没有他就你可以看到他心平气和 修行 我基本上就讲了一个就是说 现在你有办 那你有一种完全违反 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 然后压人取共 当时法官要判决柯P要 要羁押的时候 是一个 他说证据会慢慢形成 你抓人 你先要有证据以后才抓人 然后有时候抓了以后 然后证据慢慢形成 果然他们就像那个拼图一样的 开始拼 那你已经拼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我在看这种状况 越来人越多 越来人多代表是什么 就是一直没有抓到问题 然后现在乱抓一通 你包括一个什么连司机 连他的司机 那个随父 随父也被传讯了 连一个小朋友 举止现在变成地下党主席 说是负责会到日本去躲避风头 躲避然后什么风头 那个根本是 然后呢 很会掰故事 每次都说抓到破口了 窗口了 然后过一阵子又不了了之了 又另外一个破口了 然后一直编 一直这种编剧的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司法 是这样子 全世界没有这样 这个已经牺牲了整个我们的司法的人民 对的共性力 对 所以 所以我会觉得 当然就是说 民众党给 民众党在他 他一定用尽所有的力量 要摧毁民众党 国民党他把它晾在一边 因为国民党这么大 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摧毁他的 那 解决民众党 解决民众党 当然在这么大的 以这么大的机器 民众党的民调当然也会下降 所有的媒体 每天 几乎每天的 骂科匹 证据 所有的东西 民众党的 所有的 喝个水吧 喝个水 我想其实 这个边际效应是蛮明显的 对民进党来讲 因为他这样搞 第一个 虽然还是有一些收视 那很明显的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好 那你就要操作这个 你也得 就是说 你要有收视下降 他们可能不在乎 因为他们靠预算 但是有关键是 他们自己的群众也在疲乏 这一点是蛮明显的 就是其他的边际效应 他整个他们的讨论的聚焦度 很明显往下掉 而且说真的就没东西 没有新的东西 你要边剧 你也得有点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 下面讲的困境 其实刚才讲就是说 好了 这个政党竞争 你要用什么招数 其实大概都兵来降打 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效 对 有没有效 我们看整个检讨下来 有没有效 你可以看 柯P入狱一个多月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赖清泽民调大概降低了 降了5% 对 司法公信力大概也大幅 大概降低了5到 5到将近10% 对 然后你看那个霸梁也失败 所以你会看到 然后我在看他那个 还要经过一个国庆 这个国庆当中 我觉得民进党有一点 有点就是乱触招 一下祖国论一下什么 那搞了对 中共又去惹出一个 那个联合力 联合力见的逼的 现在正在进行 我们今天LNG船已经掉头两次 惹出这么大的祸 一直来 我觉得他要一点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 支支吾吾的 一直其实没办法去 整个的 然后你看总统在演讲 包括你是国庆晚会 没有什么掌声 民众其实包括他是有疑虑的 就是总统在闯祸 不断的在闯祸 他一开口大家都很担心 不晓得又要讲什么 所以呢 其实呢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趋势不是往上走的 他是往下走的 所以民进党应该是要 又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我觉得他们里面的人 应该也会看到 有些人会觉得说 继续罢免 罢免 罢免 继续对决 继续弄 我觉得他只要走那条路 一定 他们不要相信那条路会成功 因为台湾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还是雪亮 你放心大家 虽然你掌控了一切 洗脑 短期有效 洗脑跟做广告一样 广告短期有效 长期还是要靠好产品 产品要好嘛 你政绩要好嘛 社会要安定嘛 繁荣 包括你今天讲什么 一大堆的国际的动作 你能不能让台湾断交国少一点 你台湾的国际空间能不能走出去 社会会安定安全繁荣有信心 你不管你讲什么 如果你做的是大家哇 越每天越紧张越惶惶惶 你讲的再好听 那都是短期有效 对 那长期还是会要往下走 大家说嘛 这个 骗人家一次 这个是 我会被你当笨蛋 骗人家两次我真的就是笨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